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,记者月东兴中国足协28日在专业人做专业式的用人理念上又迈出一步,国家队管理部部长将历史上首次游行国家队队长担任,他就是赵军舍, 这体现了足协在一年多的机构改革中打破论资牌倍,不断专业化,更标志着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的一代优秀国角,正参与到我国足球管理工作中,记者28日在足协获悉,曾获得过中国足球先生,称号的前国家队队长赵俊哲,此次将担任国家队管理部部长兼训练总监, 此外,他在国家队的前队友,有世界杯彩赛经验和德加踢球经历的邵嘉义和杨晨,将和另一位前国角林乐峰一同担任国家队训练总监,另一位技术特点鲜明的前国角弘伟国,将担任男足地区清训总监, 招俊哲领先次前国角进入足铁,负责国家队相关工作,可能作为前国角,我是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,确实有压力,招俊哲对新华社记者说, 但同时,我在国家队当过六年队长,辽竹当过十六年队长,后期也有过教练经历,这些将帮助我在新港位上更了解球员,教练,以及和俱乐部沟通等方面,怎样才能做得更好。 我的前国家队队友们也都陆续进入足铁工作,大家确实感受到一年多来中国足铁,在专业人做专业事上,做出的一大改革,归根结底,纵有满腔月血,我们也要从细节着手,把工作一顶落到十足, 国家队管理部部长,此前通常游足协中曾干不担任,这个职位需要协助各级国四号球队主教练征召召国奖,协调与俱乐部关系,做好球员管理,以及复合型团队的后勤保障工作等,而有着丰富经验的赵俊哲也望在这个岗位,上发挥他熟悉球员心理的特长,推动解决协调俱乐部关系,配合主教练工作等方面的问题, 促进国家对建设的专业化和延续性发展,其实,一年多来,足协在用人和机构改革上,不断进行改革探索,主要特点就是专业人做专业事,并且有趣出行正化趋向,设置高级主管总监顾问等职务, 但化官员概念,增强服务意识,按照社团把人机具运行,近年以来,足协聘用的一批专业化管理人员还包括, 聘请法国亲戏专家克里斯蒂安达米亚诺和足塔民宿李树斌, 魏南族全国亲戏总监,杨玉林魏南族地区亲戏总监, 铿枪玫瑰的集职性人物分文,担任女族亲戏部部长兼女族亲戏总监, 金少潭还担任财派管理部部长等,这些足坛民宿和专家的不断加入, 体现了足协权力以赴装好国家队,亲戏和管理的决心, 也为下一步加强国家队训练体系改革和中国足球亲戏体系,建设打下协会管理专业化, 科学化和国际化的良好基础, 延伸阅读专业人干专业事,姚明一年半带中国篮球拿四斤, 在姚明出任篮写主席的一年半里, 中国篮球发生的翻肩覆地变化,每个人都看在眼里, 从联赛到国家队,闪下面貌焕然一新, 而中国篮球也重新回到了,了自己亚洲颠锋霸主的地位上,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, 中国队将篮球男女3V3与5V5的所有四枚金牌全都收入带中, 实现了篮球项目的大包揽, 金牌除了运动员的付出和汗水之外, 背后的姚主席更是聚工聚了, 重点推荐中国足协聘欧洲顶级技术总监, 层出比利时获世界杯技军各国男足教练队长选票, 把光正之首选C罗里皮中暗物搭配FIFA排名, 国足创进一年来, 新低比利是法国定列第一,